宽敞舒适的后车空间 不仅后车停加大加宽 就连乘车的座椅都更加宽敞舒适 民众在此等候也不会晒到太阳 加上打通省道台17线和环弯道路 行人可在此直接穿越并转程 打破旧有的道路隔阂 因为早期的环弯道路的后车空间 它是比较小 而且它比较窄一点 本身的后车环境也是不佳 大概就是说太阳出来的话会晒到太阳 而且我们标榜的位置 在太阳斜色的时候是没办法挡太阳 我们为了要塑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后车空间 也想说后车空间能够跟我们的台17线 台17线有往墾厅的方向那边有一些站牌 那个站牌能不能也是移到我们管理处的出国这边 完工启用后的新公车转运站也加开起始班次 搭配台湾好行民众不会担心坐不到位置 且现在不论是在台17线或在转运站上下车 都因为全平面化的开放空间可轻松往返 现在设这个站算很方便 设这个东流线算比较方便 之前墾丁到左营的车 那个经常会坐不到位置 从墾丁下来到这边差不多就 人就满了就坐不上车了 然后这个现在开这个东流线算比较方便 我们这边是起点站就都可以坐到位置 以前那个亭子比较小 比较没这么舒适 现在这个算比较好看 又比较舒适这样 目前的游客中心也还在做一个整理 那整个完成以后 我们在指示牌里面会把整个要到点的一个服务的距离 会很清楚的来把它表示 大概目前我们这是后续我们要去努力去做的一个方向 同时彭管处也加强周边绿美化 凉亭停车场设施升级 以及装置艺术的制度 希望提供良好的后车空间给民众 另外未来也会加设指示路牌 让民众可以清楚看见服务设施及场馆大目标 提升观光与交通的便利性 记者不提杨阳正义采访报道